现在我想将火车的等级升级到4级 但是升级4级需要用到很多的钢块 我在城市里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 但是只找到了寥寥无几的钢地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呀 大家想一下 9个钢地合成一个钢地 9个钢地合成一个钢块 我们需要用到16个钢块 如果只靠城市里边的箱子搜刮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决定我们下矿看一下 有可能这个钢地我们下矿可以挖到 我们下矿试一下吧 这边有一个峡谷兄弟们 这峡谷里边会不会有 但是这峡谷里边我只看到了煤炭还有铁矿 并没有看到钢块呀 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下去吧 下矿之前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夜市仪应该怎么做 如果有了夜市仪我们下矿的话 那肯定是更好 夜市仪可以合成这个特战头盔 兄弟们 要不然我们先去城市里边探索一下吧 我们争取多打几只怪 看一下能不能掉这个特战头盔 如果掉了这个特战头盔 我们就获得了夜市的效果 这一次我们遇到僵尸 就和他们打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获得那个头盔 让他们掉落 哎兄弟们 有个人在帮我 看到没有 哇 谢谢你呀兄弟 他拿着弓箭 给他一个金子 现在他就是我们的手下了 和我一起打 哎兄弟 你别打我呀 你这 你这剑法真的是 来了来了 兄弟们 看到后面这个僵尸没有 他带着夜市头盔 来和我一起干他兄弟 他这个剑法真的是 只能打到我 谁都打不到 哎 可惜没有掉呀 兄弟们 又逮到一只 我求求你了 我遇到四次这个僵尸了 但是一次都没有给我掉 给我掉一个头盔吧 哇 真掉了兄弟们 哎 哪去了 我背包满了 稍等稍等 来 戴上我们的头盔 哎呀快点 哇 兄弟们 世界一下就明亮了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夜市头盔了 那就不和他们多逗留了 我们整理一下物资 直接下矿 看看能不能挖到钢定 来吧来吧 我们已经挖到了矿洞里边 看一下有没有钢 应该是有的 因为他很多的材料都要用到钢 如果没有钢定的话 咱们就没有办法了 我希望有吧 但是我们目前只看到了铁定 铁定的话 我们家里边有好多的铁块 铁定的话 咱就不挖了 哎 我们又挖到了一处矿洞 这白色的是啥呀 方解石吧 哎 果然是方解石 那难道真的没有钢定吗 兄弟们 如果没有钢定 所有的钢块都需要一个一个的钢力合成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我总觉得是会有的 我们再找一下 这里边有没有 给我一个钢定吧 我什么都不要 有没有钢定呀 哇 兄弟们 我居然发现了蜘蛛刷怪龙 这可是好东西呀 因为我们做那个布料 要用到好多好多的线 啊 不错不错 兄弟们 运气很好呀 我们先翻一下箱子 然后刷一些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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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共刷到了22根线 先就这样吧 我们已经做下了坐标 如果之后还需要线的话 我们再回来刷 我们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找到钢定 没想到呀 兄弟们 短短两分钟 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白的刷怪龙 啊 这个运气真的是不错 不过兄弟们 钢块 在这个世界中真的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通过挖矿的方式 得到钢定 而且这个钢定呀 应该是可以合成的 等我们打完小白之后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简简单单的 给小白做一个足疗 如果我们之后需要骨头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来给他们修脚 而且我们应该是可以碰到箱子的 我们来试一下 来看一下箱子 OK兄弟们 把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钢定呀 究竟是如何获得的 还真可以合成呀 三个铁定 三个铜定 还有三个 这个压缩铁粉 咱们就可以做一个钢定 亏了呀 兄弟们 我们箱子里边只有九个粗筒 我之前在矿洞发现了很多 但是觉得没有用 就没有挖 早知道这样 我就把他们多挖回来了 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些熔炉吧 等等 这边有狗狗 刚好我们有十五个骨头 我们来驯服一下狗 唉 在末日之中呀 很多的幸存者都要自相残杀 但是狗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我们来驯服几只狗 嘿嘿嘿 兄弟们 两条大狗 还有两条小狗 就跟着南瓜了 他们以后就是我的护卫队 好了兄弟们 我们坐上熔炉之后 咱们就把这些铜定 给它烧一下 我们的箱子里边 只有九个铜定 越想越气呀 曾经有很多的铜定 摆在我的面前 可我却嫌它没有用 没有挖 现在铜定却是一同难求 那我们下期还得接着挖铜定 然后我们继续来升级火车 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